接着带您关心农业消息 好吃的文旦幼一定都要在中秋白露节气前10天才能够采收吗 婚礼农改厂根据了常年监测记录的大数据 统整五大天间管理药店 在兼顾品质的同时 文旦幼也能够提早收成 今天上午的天间示范观摩会 文旦幼农是取之若雾挤爆了现场 而对于这一项技术也都高度兴趣 根据老一辈幼农经验 吸收白露节气的露水的文旦幼才会好吃 因此千古以来农民依循节气 在白露前10天开始采收文旦幼的老智慧 现在恐怕接近要被花改厂推翻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以明年的文旦幼为例 今年的积肥、鲤肥跟苦土石灰 这样子的适用跟调整 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基础做好了明年的起步的时候 开花的时候 水分管理很重要 能够让你的泄花整齐 然后对你的灼果树有帮助 甚至对你的果实的生育情况 也有比较好的做法 那另外夏季修剪是大家比较忽略的一个重点 重要就是在于说营造果实良好的生长空间 日照好通风好 当然果实的生长的速度就会比较高 那另外就是在于追肥的使用上面来讲 你要去选择适当的追肥的时间点 那适用选择适当的施肥的量跟种类 然后重点是在于让你的灵肥的有效性能够提高 这样子能够增加你的文旦成熟的一个速度 那最后我们页面施肥 页面施肥已经被证实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那在对于文旦的品质的提升 以及出镜的效果上面是有明显的效益存在 今天上午在文旦幼园开办的这一场 文旦幼提早收成示范观摩会 花改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指出 只要把握天间管理这五大原则 文旦幼其实就能够提早10或甚至20天来采收 而且文旦幼品质不降反升 高糖低酸口感丰富水分高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果实的品质 比去年还要再理想一些些 所以非常值得消费者来去选购享用 当地区也好 包含我们这个瑞翔区的部分 今年的文旦幼的品质都很漂亮 刚才启祥老师有在讲 花莲农改厂近几年和农会合作 年年月月召开文旦幼奖协训练会 文股知心也吸收新知 全面提升瑞穗文旦幼的产值 开出漂亮的成绩单 入境文旦幼产业面临季节性缺工 气候以及外销需求 市场布局等问题 接控文旦幼熟成采收的时程就相当重要 降低农产收益的风险 今年瑞穗地区的文旦幼因为气候得宜 再加上幼农精湛的田间管理技术下 现在品质都已经达到品牌标准 多数农民计划在20号开始采收上架 今年中秋文旦幼的品质值得等待 记得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